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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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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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样的场面也发生在了两个月前的河南 暴雨接连疫情让河南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天灾无情 但是敌不过众志成城 中国力量 今晚武林峰集结天下英豪 他们将带着百智不恼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接下来的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战 奉献给大家 蓝方选手代表了成都白沙格斗俱乐部 在中国最顶级的搏击赛事当中 他的标准动作就是KO KO还是KO 那他能否开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新的时代 我们拭目以待 有请七天大圣 魏子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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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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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双手给孩子温暖的怀抱 这双手给他们生活的依靠 这双手很温暖 很有力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携手共建 美好家园 大一杯武林峰战唐山环球拳王争霸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来自三门侠国强格斗的琼西湖 蓝方选手来自成都白沙格斗的魏子清 后手摆身 上来有两级拳防命中啊 挂了 时间 暂停 两位都是很年轻的运动员 属于00后的运动员 郭强 其实我们说到的各种风格在选手 在顺境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那么明显 在重点压力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思路其实跟他们的风格比较 中央风格有什么 fisher than you're only 看看这个移属选手 特别是郭强万有好多这个移属的 对 这些选手本力特别好 那就赶打 你刚刚推上啊 他前脚 绕绕 先摆拳也没招 两个人又拼了 躲了一下 年轻选择 年轻选择的特点啊 敢拼 敢拼敢打 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的啊 把这些重心都打就来了 卫泽金的大部分是胜的比赛 都是KO的 拳法也不错 底细也不错 对 这个身材 能把对方K掉拿下比赛了 这选择都够硬气 是 当然我也比较担心他的职业兽 因为这种硬钢型的选择 打时间长了以后 绝对会有伤害 后资拳打荒用了 硬了 这一人不愧啊 对 一人才选择进去 这太进了啊 这太进了啊 其实还是大不容易的 还要选择拼 这时候其实可以选择 稍微把节目管一下 又中了 曲目熙福我看他右脚 往外面跨了正好在中线上 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气质 熙福出发高 上下结束 虽并不提倡 但我很喜欢看 观众也很喜欢看 这时候其实可以缓一缓的 没有 我可以拉开拉开距离 打一打腿法控制一下距离 我不给你拼拳 这个明显明显受影响 这个行动能力都下来了 这一回合他缓得过来的 这一回合他缓得过来的 曲皮的防守要多一些 这就是在 狐蟹里边的这个东西我要给你拼 也是 拳台上最容易把人 隐藏出来的那部分拿出来 给逼出来 对 前摆拳中了 这一拳 稍微有一点点反应 那一回合他那肯定是缓得过来 他一分钟以后就好像就是坐那 那一分钟 好还有十秒 太硬气了 这种意志品质啊 确实 这个只有在这个年轻选手中 才能够提前不出来 不提倡但喜欢 这个真的是 现在年轻人的人太遗憾了 是你难以理解的 对 好我们再回放 就是这种东西 气质是生入骨子里的这种东西 魏子鸡如果 力气能够好一点 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明星 一组选手接收了不少包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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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选择可能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了 要不我KO你 要不你KO我 对 但是后面那种可能是很大 可能会损失惨重 就今天的看他的表现理解了为什么他的比赛就是他KO别人的这个几率高啊 对对对 性格很高啊 性格很高啊 还在往前 这个曲目西服现在被压制的 其实他也很难受啊 对 而且曲目西服心里面应该在想 就说你怎么不让剧本出牌 你这回都该往后退了 但是对方总是不让套路出牌的 是是是 变相 摆拳 练不得西 哎呦 维俊妈 找回来了 现在他的这种感觉回来了 太高业了 这选手有跟他身材不相称的这种性格 是 练不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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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顾辉应该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啊 啊 直接的点线 但你发现感觉曲目西服是这郭强的学生 郭昌的很多的这个学生啊 都没有这个对把腿的属性点夹到手上是啊 郭昌的穿补也是不错对 护齿掉了 哎呦 习目习服的这个护齿掉了也是一个 这个信号嘛 我觉得 佩霞是在有点难受啊 他这呼吸一直没没空回那个气啊 哎呦 转身后边选 漂亮 郭子千真感兴啊 而且他也有方法 有方法 他慢慢的找着了这个对方的习惯 就是这样的 他进攻的时候知道你会用前摆拳来扳救 对 还有下灯的这样的一个躲闪 躲 躲开 这比较难得的 这是比较难得的 因为曲目习服没勾拳 到现在他没勾拳 是 所以他不算摇闪 我只要摇闪我就能躲开 对 你还没有腿 哈哈 这七天大圣果然这个招比较多 是啊 在结束的一瞬间 曲目习服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情啊 哦 哦 耐人寻味啊 耐人寻味 但是位子亲戚就差的是我觉得是运气 就是这个是 好 这两个人 依然他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战胜啊 我以为会碰拳 完全不强 不存在 上来就开打 对 好 现在 魏子欣开始急腹了 你看 相对来说取不惜腹 更像一个 没有腿的韩文梦 对 进攻节奏很稳定 一直有重拳 是 肚子有了肚子有了 两钟走 又抓到了 别吹肚子有了 问题其实就是 拳拳摇拳 拳拳摇拳 对 对 你看他现在越打 对于对方的这个拳 的这个多闪 你看看这个 拳拳摇拳 是啊 确实 因为傅启夫的问题 我就利用这个稳定 来钻点这个套路 傅启夫我觉得 还是要多一些变化 没有勾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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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勾拳 没有勾拳 有勾拳 有勾拳 撞头了 撞头了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这个自己选择了停止打 不是裁判接住的 对 这个时候其实六子欣冲上来就冲上来 可以去打上 对 没错 这个规则是允许的 对 我估计是啊 曲不欣冲在这个级别里是比较低的 嗯 所以他一般不需要高拳 或者鼎息去打个比他高选 对 六子欣是这个级别比较高的 所以这种技术 技术风格的一种形成 也是和自己的升高拳一般一般 对对对 对 没错 思维惯性 哎 都得漂亮 开始做啊 出西了以后 对方这个摇闪就不敢这么肃乎鸡蛋了 我 punk 我重新培 我的 我的 不知道 哎 手 对 你看 又是一个特场 贵子欣挺能也是真好 一只都摇晃了 叮自靠这种毅力底下来了 这次 到现在两个人 没有任何人表达出来 就是 是切意 没有 没有 好 后子又打电了 快快快 来来来来 最后一点时间 五九白 对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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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在郭强的大喊事这个指导之下 这比赛是结束 郭强的声音是最大的 对 这场比赛特别有意思 郭强的声音 而魏子清的教练阿潘的声音 也是从头到尾 这现场只不过就是 第一回合魏子清的那个可能会被裁判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中绩 是啊 这是一个趋于KO的中绩了 但是我觉得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完全就是靠激励半回一层 八回了 对 这比赛没准啊 没准 没准 咱们看一看猜的对不对啊 看我们的预测对不对 看我们的预测对不对 对 这要出平局 再来一回合 这个好看 我两个人得踢成什么要 我们的观众希望看到这次回合 对 可以 不提倡 真喜欢 对 一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比赛结果 来 放 上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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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请河南卫视总监 刘林军先生 为双方颁奖 祝贺魏子欺 好 我们也看到了这场比赛当中 取乎习乎的表现 可圈可点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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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子欺今天还很年轻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 作词 恭喜子欺 这个子欺这场比赛对阵的对手 其实实力很强 取冲西服 对他有了解吗 对他有了解 新一代他 他真的冠军嘛 金腰带 我知道他 对你俩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因为都很年轻 对 站在擂台上 真的是敢拼敢打型的那种 本来我们俱乐部 我们教练就说了出来比赛 不管什么都可以说 就气质不要输 气质不要输 气质要打出来 我下一个我想打牛之鹏 我要把他打下去 他是50分57公斤级的金腰带斗主 我要称王 唐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我的祖国也是一个英雄的国家 我在唐山 我是杨明 请大家关注我的比赛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是一场好戏 63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 蓝方选手 打虎亲兄弟 今天对于这一队在中国搏击界双胞胎明星兄弟来说 是一个非常纪念的日子 两人同时站在了这样一座英雄城市的擂台之上 好接下来出场的是哥哥 我们有请赵战士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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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都说是一场级战 局子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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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сли 来 备 宣誓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 可是来自唐山文旅奥语光辉 大一茶战队的一员猛将了 给我们的唐山小伙 先做好准备 用最大的热情 给他鼓励好不好 2018年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 63.5公斤级的金腰带拥有者 他是马云课 马云课 被晾到一层就存在〔明天才を 看起来的 也许均在继续地员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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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了 最大的总值 牛潮旺比赛现在开始 他女机长狠撒偏偏摊上一个作妖的爸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一家人没道理各讲 爱自如命 中男轻女 少做跟前说我儿子不好 我就让你套钱给你弟弟买房子 不平衡的爱让他无法释怀 你生女儿就是为了养儿子是不是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你看这混账 这是很老关键短决关系 他这是 10月6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 爱的黎米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武林峰 我们是在河北唐山南湖旅游景区 单凤朝阳广场 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持嘉宾 此前方便 大家好 方便 这是嘉宾说的 这上来两个人 没有试探啊 对 上来就开始火鸣了 情绪比较高涨啊 对 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 一位解决家 是我们武林峰的老朋友 奥运会格斗项目 官方解说王延博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上来以后是赵战只踢了 马云康 马云康 刚才给踢倒了 然后马云康踢了他 出腿过低 对 哎呦 这个顶心是不是顶到了 而且右眼已经开了 右眉弓已经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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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眉弓打到了 马云康打得够快 是 好 时间再停 加油 在60到63这个级别 我觉得马云康 他的这个身高和臂展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很大的优势啊 是 身高比84 臂展比88 比赛可以继续 在我们比赛里边 是除了凡是连什么都怪 这个拿钉铁钉位置 是 这身高和臂展的差距 是有些大 好 后置前又没中 很奔陪 你看他的这个身高力量 也就是还是 还是想把对方 控制在这个进攻范围之分 对 加油 哦 余了余了余了 余了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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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多秒了 对 没错 这就是刚才赵三世急着 想把这个被银压出去 刚才被开口的这个烈士追回来了 所以在比赛中间还不能着急 对 是啊 你的身高臂展有烈士 对 然后今天一上来 马云康的这个气势就不一样 主场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还是要再稳一些 还是有点汪汪 因为今年赵战士比赛的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他打的这个三场比赛全赢了 对 这个 太重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 对 一代一代的选手 就方便刚才给我们说 这三年一代 我觉得现在已经用不了 用不了了 用不了三年一代了 这一两年啊 这是一年的时间 是啊 就是很快就是一批一批用出来了 你看马云康是18年 开始打这个中国自由国际联赛 拿了个冠军 2020年就已经成型了 现在是2021年了 这个水平对于我们过去的时候 三年一代的选手 早就已经过去了 硬件更新太快了 想起掌声吧还是好不好 送给所有有梦想的年轻人 好吧 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场比赛的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1分40秒 红方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上 我们祝贺 我们祝贺 马云康 祝贺 唐山文旅奥语光辉 大一茶战队 祝贺 我们有请唐山文旅集团总经理 宋建军先生 颁奖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2周年 这圣日如你所愿 这里是唐山宴 我是修人队 接下来是我的比赛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河北唐山南湖旅游景区 丹凤朝阳广场 由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中国红红季凤独家冠名的大一杯 武林峰占唐山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是一场好戏 60公斤世界精英的挑战赛 小组赛A组第三轮的首场比赛 两位唐山文旅奥语光辉大一战队的同伴 将展开角逐 这也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 我们唐山文旅奥语光辉真是人才济济 我们来看看蓝方吧 两轮比赛过后他拿到了四分 所以说这一战非常的关键 我们有请战俘学生战 好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红方选手 2018中国泰拳锦秒赛 60公斤世界 20公斤世界的冠军武林峰2020超级新人王 IPCC中国区域两条金腰带的拥有者 目前同样也是其四分 这一战也很重要对他来说 我们有请金家战神 杨宁 梁州 梁州 这是我特别的新级60 Jimmy IPCC在中国 60 Jimmy 从 People in Pasta 中国 I give you E-A-M-I 场上裁判杨继伟 比赛现在开始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在美丽的唐山南湖旅游景区 为您呈现今天的比赛 我们在这个丹凤朝阳广场 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接受嘉宾 四神方便 大家好 我是方便 奥运会格斗项目官方解说王延博 大家好 这是我们60公斤级世界竞争戴挑战赛小组赛 A组第三轮的第一场比赛 杨明是2020年到现在还挺顺的 所以输了黄帅路基本上都赢了 对 全身阵算是老选手 是的 16年打新一战 对 好像维度也没涨 还是这样 对 杨明是练泰拳出的 对 这个虽然接触过别的 但是他的泰拳基础是比较深的 是 好 经过前两轮的比赛 目前两人各级4分 学生阵这穿法已经好多年不见了 这泰拳手免裤腰那个 对 好多年不见了 这同本内战 俩人在一个团队训练 对 长山文旅奥宇光辉俱乐部 大乙茶战队 对 注意点点 护手腿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两边喊边角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团队的教练 对 杨翔明这两年进步还是 挺快的 其实 我们之前说他的这个 风格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他的整体的势力都在提升 对 对 杨翔明也是折服了好多年 突然在2020年爆发的 就我感觉他应该属于在这个级别当中 这一批人当中技术较全面的 但是缺了一点点自己的特点 是 还是那个太阳锦包赛的冠军马 我记得 泰式的风格还是挺小 是 学生阵跟他很像 这两人都是 没密度 有力量 有重击 是 现在比赛打到现在 杨翔明有点够不到对方的感觉 打不到对方 被对方反击了 杨翔明想试用这个 腿法看看能不能 把局面打开 把局面打开 杨翔明的这个反架就是三公公公的反架 对 他其实后腿不在后边 他是随时往前把胯往前一顶就过来了 好 好 好 重的 破架能力 是 已经把对方 腿已经踢得没有重心了 我对学生阵最大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个低扫和飞膝 低砍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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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对 杨翔明也是在那个赛季当中拿到了 六十公斤一级的这个超级新人王的剑要带 俩人差两岁 对 这个学生阵稍小一点 但是学生阵其实比杨明 出道比杨明早 对 他更早来到五里方的位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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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林峰由山楂树下赞助播出 山楂树下先够炸多吃一点也不怕 好 好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好 被对方犯击了 你看这个杨明他的这个得点的能力啊 也被对方要突出一些啊 尤其在拳法上面 这俩选手都不属于启动特别快 他们都属于这个力发的发足才能出进攻的选手 对 哦 你看打空了 对 这个前板拳和后板拳 这预动太大 对 就差喊一声了 我要打你了 是 对 所以命中率会很低 哎呦 发扫了 顶膝有顶到啊 两膝一拳 一膝两拳全打着我 对 这个第招腿也是 压活了哈 哈哈 哈哈哈 太想使劲了 太想发力了 太想发力可能就要丢掉这个 丢掉这个速度了啊 哎呦 你看杨明打得特别聪明啊 打完动作 往对方的这个侧面去闪 对 走他外侧手 哎 你看又上了 哎 双手鼓紧了 这是职业习惯 对 当年的泰拳关系啊 对 泰拳系的选手 这就是这个金属技艺吧 对 嗯 而且前几年看他打比赛 还不是现在就最近两年 前两年看他打比赛 就是纯粹一个泰拳选手 是的 我们前两年那个时候 可以出去比赛 包括到泰国 到到近来一些国家 杨明就是这个明显的 就泰拳系这个特点特别明显 没错 杨明是在泰国练的泰拳 原汁原味的 对 也就是从去年开始 然后打内战比较多 然后做出了这种改变 改变多了一些 也的确是 也的确是 就是黎锋这平台 能让这些选手 还能在 就特殊的时期吧 还能有这个练兵的机会 是啊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最担心的不是外战 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内战 哎 内战 内战是最难打的 对 而且成就了很多经典的比赛 因为都是知根知底的 对 对 比如当年的杨卓打邱建良 魏锐打邓泽棋 对 这两年内战已经是让咱们 年轻的人里面进步了很多 对 典型的一个泰拳系的一个 这是刘策 你看这两个一个战队的 你看边角都没有这样 都是自己的师哥师弟在 对 自己靠自己实力打了 然后喊完这边下去了以后 还得给那边道歉 对 咱没啥问题 对 学生任这个时段 太被动了啊 被打了好多拳 你看又是一拳 这个节奏在阳明这一边 是啊 这干着急啊 想慢放 对 我们看学生 学生任就是太实在了 我觉得 对 全是重拳 学生任是重拳 没有虚没有实 其实深圳打的 近来 近期以来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是他在上一轮打李元坤 就知道这个虚假结合 对 然后虚虚实实 知道用一些 但今天 对达的 对 对 但这个团队里因为有魏睿他们嘛 也不是特别的影响 杨明在去泰国的那一批选手里面 算是甚至不错硬度比较好的 是 对 又来了 对 这个习惯 习惯性的 杨明今天 他知道我可能不能给你镜碰硬 一镜碰硬 对太近了 所以我就退着倒吧 把那动作引出来 然后赢击了 然后给你赢击给你反击 这个选手我觉得还就是挺有分寸 你看刚才没有追击 然后刚才轩人阵头绕到绳圈外边的时候 他那锡就停住 对 对 对 谢谢杨明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积极主动的这样一个选手 对 但是今天你看他也可以防止反击 对 打得不错 对 对 有点大技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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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的身体好 对 这个纯吃身体的就是 那这样的纯吃身体的这个运动员 他的寿命可能并不是特别长啊 还年轻 我说97年呢 还能慢慢地调 好 因为他出道早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他年龄大 就跟田一华一样 其实很年轻 所以说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观众聊说 铁迪华陪伴了我的中年生涯 我说不对吧 他听得出来太年轻 太小了 十几岁就出来打比赛 BGM一直没变 对 还是那个跟着希望跟着光 我觉得那个薛珍珍和你们俱乐部那个 王俊玉有一点有点像 就是一直对这项运动的这种 执着与热爱 性格 对 其实 你说他们两个打比赛 胜利条件都很好 变化不多 对 就是有点 咱说的不好有点轴 对 打比赛的时候变化少了 是 他的格斗理念可能就是 我就跟你有朋友 一枪风一枪 是 这个我觉得就是格斗理念 对对对 你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个认知 理解 对 今天他们两个打的这场比赛 给我们的感觉就像王俊博刚讲的 有点像有点打技术了 对 可能观众看的时候会觉得不激烈 不火爆 我觉得这个学生认到底想着那么贫 但是想比今天我就跟你打技术 因为我技术比你好 对 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两个人现在经过两轮比赛之后呢 各击四分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他们两位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看看谁能拿到这三分 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一号裁判 比赛结果一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 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放上 祝贺 祝贺杨明 好 祝贺杨明 顺利的拿到了三分 现在他的积分已经上升到了七分 恭喜杨明啊 这场比赛的胜利你知道奠定了多么重要的基础吗 是的 这场如果能赢的话我就有机会晋级 如果输的话就告别这次的比赛了 对 深圳可能这场发挥呢 不如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钢炮的那种状态 你评价一下他今天发挥怎么样 我觉得 至少比上次我俩交手的时候他发挥的好 可能我们这种搏击这种项目 他就是可能存在于人客人的感觉 他可能打他比较好 可能打他就会稍微状态差一点 就是人跟人战术啊 包括心态啊 他都会决定在场上的你的比赛发挥 我觉得杨明挺自信的 觉得你是不是你觉得客他了 是的 我这个打法 因为我也有研究他 毕竟我们很熟 对在场下备战各方面 还是要动脑子去打吧 对 争取拿到这个世界金销带的挑战权 好那我们期待着共同努力加油 好的 可能是太想赢了嘛 然后在上面脑子有点冲动 挨了两拳就想 就想着给对手 打打 打打力量 因为我给杨明是二番战 我没第一次打过一下 这打过一下是我输了 第二场可能还是自己训练不够吧 还有这个赛场上的这个 临时改变不好吧 打得太乱了 太着急了 接下来可能会好好地 尼尼无自己的不足 一菜一公块 一汤一公勺 各取所需 各取适量 给人家菜是好意 没准别人不乐意 共建餐桌文明 从分餐开始 好 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河北唐山 南湖旅游景区 丹凤朝阳广场 由三千年传承的凤江 中国红湖季凤 独家冠名的 大一杯武林峰 战唐山 环球拳王争霸赛 接下来进入到 六十公斤 世界金销带挑战赛 A组的第三轮的 另外一场比赛当中 蓝方选手 蓝方选手代表了 中山星辉博击俱乐部 勇往直前的平头哥 目前两分的积分 现在要放手一搏了 我们有请平头哥 李源坤 厨房转的积分 市场上 城市中专门 全币 对 还要让我们 红方选手代表了成都白沙格斗俱乐部 因为散打戏出身的沉默战神 两轮下来一胜一负 目前积四分 就看今天这一战了 我们有请沉默战神黄衰路 请沉默战神 场上裁判马涛 好 比赛现在开始 好 这是六十公斤一级世界金耀代挑战赛小组赛A子第三轮的第二场比赛 黄帅陆对阵李元坤 已经进入到半决赛的是金甲战神杨明 经过前两轮的比赛 陈诺战神黄帅陆以前积分四分 评论哥李元坤积两分 评论哥李元坤已经在匈牙边上了 我觉得他今天状态不佳 有点悲催 碰谁输给谁 他的这种风格太明显了 很容易被针对 很容易被针对 如果说这一轮的比赛 黄帅陆能够战胜李元坤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出现进入半决赛 那么这样的话 杨明就有了复仇的机会了 因为在前两轮比赛当中 杨明这个输的一场比赛 当然严谣也介绍了 这个杨明唯一输的就是黄帅陆 黄帅陆曾经有一年半 19年的下个年 一直到20年的年底 没输过 这个选手也是挺硬气的 对 直接的后置拳 看他这个打法就属于 空场型的选手 所以杨明不太好进去 是啊 这个直接谈到对方的这个下方 李元坤还是个传舞企练者 练过蔡里佛 对 蔡里佛算是传舞里边 比较硬的这个拳板 铁线拳什么的很像 可能他风格就他比较近 对 打比赛风格也是这样 对 但是他输过薛琛镇 上上一边输了 对 高扫 傅之权又命中了 忠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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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算是吃天分的选手 他能不能把他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我觉得还得期待一下 就是我特别喜欢白沙隔头边角 阿潘教练 他跟郭强是能气风对手 剩下都得被他压一把 他俩能比较 他嘴还特别溜 跟说换口一样的讲这个比赛 这两下可以 有点那么感觉 变变变 扛得住 真是硬 黄山东目前是占据着这个比赛节奏和距离的主动 对 不过对手这两拳抡出来 我觉得刚开始我觉得是百分之百黄山的会赢了 现在我觉得这个天平慢慢转 慢慢在 在翻了 你别让他抓着这机会 对 魏宁慧也一直是这个风格 你让我抓着机会 我一套中机可以给你带走 这个在小级别选手里太珍贵了 好 我还你一个 你看一拳黄山路太快 好 好 这个节奏是李恩坤最喜欢的节奏 是 乱战节奏 是啊 对 对 黄山路不要着急啊 还是要把这个节奏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能跟你换乱 对 我觉得李恩坤想好了 哪怕你给我一下 跟你换个手 哎呀 他都已经换过 换到了 换到了 整个 再来一个 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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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恩坤 哎呀 距离已经没了 对 没了没了没了 哦 漂亮 李恩坤趁这一波 然后还是要跟对方打乱 把对方节奏带乱 哎呀 没错了 跟到机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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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还有距离 还要挤啊 没有必要跟对方打对抗 对啊 我就把距离控制 你也挤不来 正在你控制控制 扫腿 打起 打起了 打起了 起到没什么脚 中少 快 快 快 先 kalk 对 posts pable 哈哈哈 我现在拿 lider 哎 我中国想 快 他 再来再来再来 黎尔彬这个 上面这个 表aron Cu сдел then 表现我的 累了 就是 本代只有 他们会给 彼此 特首 好 没有距离 还要等 但是有距离了 对方可能先出动作了 不然为什么不给你距离就好了 对 王宇宙这个时段 算是把节奏控制在自己上 对 调整一下 李元坤是有了小胖的拳法 但是没有他这个脚底下的 是 我觉得李元坤还是 上去跟对方换 即使吃点亏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拳法 拳法的这个重量还是 对是没问题的 可以跟对方去换的 大胆的换 这个黄帅路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小伙子 刚才在打的同时还抹了抹你的发型 发型不能乱 梁虎换腿 也是第一扫 这几个自惊女生 中文化的关注看的好兴奋 好开心 气团 笑道就核武术所看 对就核武 满天飞舞啊 这活机的魅力 哎 这活机的魅力 哇 哎 精彩的魅力 疯部来自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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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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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